我们看看他的目录 讲序老师的目录就是把刚刚的文字再写一次 情侣孤独 语言孤独 革命孤独 暴力孤独 思维孤独和伦理孤独 所以看目录也不知道他在谈什么 那怎么办呢 封面目录序 好那紧接来看看序 好老师的序写说 他曾经写过一本小说叫做因为孤独的缘故 而2002年呢 联合文学举办一个活动 以孤独为主题 邀请老师做了六场演讲 分别就是情侣孤独 语言孤独 革命孤独 暴力孤独 思维孤独 还有伦理孤独 所以这六个孤独呢 就集结了成为这本书 所以老师怎么说呢 他说我可以孤独吗 我常常静下来问自己 我可以更孤独一点吗 我渴望孤独 我珍惜孤独 好像只有孤独 生命可以变得丰富而华丽 所以透过这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了解 这是蒋勋老师的演讲稿 同时透过这个演讲稿的过程当中 不断带领我们反思 到底什么是孤独的本质 所以从这过程我们可以发现 封面目入序导论 是我们在看一本书之前 一定要先下的基本功 因为它能够帮助我们 很快挑出重点 甚至知道这本书 是否是我们需要读 以及包括能够帮助我们知道 我们要读的重点到底在哪里 所以这是高校阅读的基本功 它帮助我们能够了解这本书 到底该买不该买 该读不该读 该翻不该翻 同时它也能够帮助我们 更快掌握了这本书 作者的核心思想 以及他为什么要撰写这本书的观点 好那甚至如果有人问你 你还能够更快的回答分享 因为过去你不知道该怎么回应 现在当你会这方法 你一定可以回答 包括这本书说些什么 就在它的封面 它的脉络框架就在它的目录 而作者写书的原因呢 就在它的序 所以如果有人问你 你就可以马上的立即回复 这就是让你的基本功 能够大提升的基本能力 所以我们来进行单元的总结 什么时候会用到这技术呢 一开始阅读的时候 就建议你马上使用 第二个 当你要找重点的时候 就可以使用 第三个 如果有人问你 你也可以马上来用 而且这过程当中 如果你去书店 我还可以省下不少钱 因为你就会买到 真正你需要的好书 所以五分钟 真能够说出一本书的重点吗 可以 就像我们刚刚所介绍到的 封面目录续导论 只要好好运用这四个原则 一定能够帮你抓出 一本书的重点 并且能够更快的与人分享 在最后呢 我有一个法则要跟你分享 这法则叫做 奥卡姆剃刀法则 他主张不要把事情复杂化 要抓住问题的根本 才能够有效率的解决 你的困扰 以及难题 换句话说 就是化繁为简 如果把这个方法 套用到工作或者生活 你要做的事情 就是不断不断的问自己 我还能够再简单一点吗 大到字简 所以 所有一切能够回到 最基本的根本 这就是这单元 所要提到的核心思想 以及关键技术 用五分钟 找出一本书的精华 并且弹出它的重点 至于内文的应用 以及它内化的方法 我们会在其他单元 为你来解释 并且告诉你可以怎么做 所以我是阅读人 很高兴成为你的阅读教练 我们下次见哦 我们下次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